金氏器拍下驚險當下 紅色轎車行進入口時 車頭一偏往對向車道衝 撞上好幾名騎士在衝向路邊人行道 一名行走中的男子 雖然快閃還是被撞的 車子在撞往一間連鎖五金百貨行 才停下來 肇事的紅色轎車車頭嚴重毀損 打風玻璃大面積碎裂 好幾輛機車疊在一起 還有的引擎還在發動中 肇事的是穿著黑色上衣的 這一名薛姓婦人 撞成這樣自己也嚇得 說不出話 而現場多名傷者坐在地上等待救援 因為我是御增子走 那我就會先碰一聲 我就會是翻滾 幾乎每個都一樣 還來不及反應就被撞了 就沒有煞車 然後就是一路 就這樣追撞 把所有車都這樣追撞過了 消防局派出多名救護人 立道場將傷患送醫 晚間7點33分 約60歲的學姓婦人 開車行進高雄里亞區 三多二路時 突然失控爆衝 到達胡德路口原本要左轉 但是因為一時身體不適 物彩油門 而衝撞上 三多路上人行道的機車 機器車禍撞了19輛的機車 6個人受傷 5人送醫 其中一名約40歲的男子 意識不清還在觀察中 接著晚間9點左右 三名區又發生連環狀 一輛白色轎車行經頂利路一帶時 也是失控撞上路邊整排車輛 現場一片凌亂 還好沒有造成傷亡 兩起車禍確切的肇事原因 都有待警方調查釐清 華視新聞球局評審 系人許達人高雄報導 哈囉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